这是一对名叫麦克和Ashley的美国夫妇第一次来到中国后的反应 而在来中国之前 他们提及中国时 内心总是充斥着恐惧与不安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 在他们的成长的历程中 西方媒体以及那些所谓的专家 长期以来炮制了海量关于我们中国的虚假信息 肆意地进行歪曲与抹黑 就比如在北京快下雨时 阴天导致看不见太阳时 他们的第一反应则是说 这是因为北京空气污染严重导致的 而当进一步探讨所谓污染的原因时 他们竟然荒唐地宣称 北京烤鸭是主要污染源之一 理由仅仅是北京烤鸭在制作过程中 会产生一定量的烟雾 实在是可笑至极 而看到这样的回答 中国网友则立马反驳道 关于北京烤鸭造成北京空气污染的想法 真是太可爱了 如果真是那样 那北京大街上空气中 一定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烤鸭香味 这简直是只有莎士比亚 才能构想出来的情节 紧接着美国夫妇麦克和Ashley 则回复道 你这么说逻辑很合理 希望人们不会因为我们的无知 而对我们太凶 而视频一开始 麦克和Ashley已经抵达北京机场 而从他们抵达机场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 入境手续的办理过程 原本在他们脑海中 设想了无数复杂繁琐的场景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整个过程异常顺利 没有遇到任何刁难 很轻松就通过了 接着他们准备乘坐地铁前往酒店 麦克试图使用支付宝购票 却遭遇显示出错的状况 Ashley也有一些担忧 好在最终成功买到票 花费70元 麦克不禁感慨不错 只是对汇率换算还不太清楚 随后便买怀期待的出发了 走出地铁后 麦克和Ashley兴奋的机长 麦克激动的说道 到达酒店稍坐休息后 他们决定出去转一转 一走出酒店 麦克察觉到外面有些冷嗖嗖的 还提及当时的气温是12摄氏度 庆幸他们之前在优衣库买了外套 走进街边咖啡店 看到店内的面包和咖啡 Ashley忍不住赞叹 还发现有免费试吃的点心 他们品尝后觉得很棒 麦克还打趣 说Ashley成了免费试吃小妹 之后他们买了两杯拿铁咖啡 麦克尝了一口后惊叹 这是自己在中国喝的第一口咖啡 害不可思议了 Ashley也表示 这杯拿铁虽不甜 但格外好喝 还提及到自己不小心 把糖撒的到处都是 但咖啡的美味仍然让人陶醉 走在北京的街道上 麦克欣喜的发现 这里的人都特别友好 一位和蔼的老先生 带着毛茸茸的小狗 前来打招呼 Ashley兴奋的说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可能也就待了五分钟吧 就已经有四个人 来跟他们打招呼 挥手 毕业的手势了 还有带狗狗过来的 真的太酷了 他们想要用摄像机 记录这些美好的瞬间 却因电池数量有限 只能尽量抓牌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 他们对北京人的好感 内心满是兴奋与期待 当他们准备坐地铁 去东直门时 Ashley自告奋勇地 走到自动售票机前 熟练地操作起来 成功买到车票后 她兴奋地说 非常容易 非常快就搞定了 还不可思议了 麦克在一旁看着 也忍不住赞叹 是啊 速度好快呀 这太神奇了 而且只要六块钱 不到一美元 太划算了 顺利进入地铁入口后 麦克介绍起 此次旅行用到的应用程序 提及在中国旅行 应用程序的重要性 还表示因住宿花费鬼 所以在北京打算将 原来每天50或60美元的预算 提升至100美元左右 感叹在中国 这些应用 让旅行变得极为便捷 甚至觉得在这之后 去其他国家旅行 可能会非常失望 麦克还夸赞 北京的地铁系统是他们所经历过的 最容易搭乘的 阿什利则表示 原本以为北京会因历史景点多 人流量大而复杂 但现在觉得其实很容易 她还补充说 如果北京是最难的 那他们去其他地方 应该都是小菜一碟 走出地铁站后 麦克惊叹于周围的宁静 说在这里只能听到轮胎的声音 电动车从身边经过都没声音 他们看了看前方的路程 发现还有25分钟的步行路程 此时天气虽然有些寒冷 但他们还是决定不行 继续前行 阿什利发现 北京的街道非常干净整洁 说他很喜欢这儿 到处都是树的感觉 阿什利还分享了 自己第一天的感受 感觉像做梦一样 而且麦克现在正在完成 他从小到大的愿望 这简直太酷了 再过两天 就是麦克的生日了 他们打算去长城 说真的 他想不出还有什么 比这更好的方式 来度过这么特别的一天了 接着阿什利发现了一条河边步道 看到有人在钓鱼 好奇他能不能钓到鱼呢 说这儿到处都有环卫工人 而且他们都不是在清扫垃圾 只是在清扫树上 掉下来的树叶 呈太疯狂了 突然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 阿什利疑惑地问 这是什么声音呢 是鞭炮是吗 他闻了闻空气中的味道 回答道 对呀 他都闻到硫磺味了 当时还在想 这是什么味儿呀 一开始还以为是那种电纹拍 会啪的一声打蚊子 而且闻起来有点像烧焦的味道 就像打死虫子的那种味儿 他还想 中国人会把电纹拍放在外面吗 结果不是 就是个小孩在扔鞭炮呢 挺酷的 接着一座漂亮的建筑 出现在他们眼前 旁边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公园 他想去看看 可惜他不知道公园叫什么名字 但真的很漂亮 在这条小河边 里面有好多喷泉 阿什利开玩笑地说 可能还有人在喷泉下面钓鱼 最后自己就绷不住笑了 转悠了回后 麦克和阿什利的肚子 也开始咕咕叫起来 于是他们走进了一家饭店 坐下后 服务员倒了杯热水后 麦克端起杯子 闻了闻 说道 这是他在中国喝的第一杯热水 这水好像有股柠檬味 然后他们看到盘子中 有生姜丝 阿什利好奇地将生姜丝 加入了热水中 笑着说 这可是古老的中医养生法 这可能也是中国人 身材比较苗条的蜜酒 而且还美容呢 此时麦克道出 在这清冷傍晚 选择进店用餐的缘由 不过是想借店内的暖意 驱散寒意 他们也留意到 这家店荣获米其林一星 只是二人平时里 对这里殊荣并不挂怀 他们本是偏爱路边摊小吃之人 只因外面天寒地冻 又不想出思北京之行 因受冻而留下不佳印象 才踏入了此店 这家店菜品多按粪供应 他们打算简单点些饺子 与面条共享 毕竟他们向来 有分享食物的习惯 只是不太清楚 此处菜品分量 单看摆盘 感觉分量颇足 麦克比划着手势 向服务员点了小笼包 和红烧牛肉面 点完后 却直言在这儿 有些局促不安 不像在泰国 越南 马来西亚等地 能轻松用英语点餐 那般有底气 浏览菜单时 他们知晓了菜品价格 小笼包与牛肉面 总价约20美元 也就是140块钱左右 而且店内免费提供茶饮 且可自行续杯 这让他们颇为满意 麦克感慨 此次中国之行 来钱满心忧虑 担心物品准备 入境等诸多事宜 可自踏上这片土地 与友善的人们打过照面后 忧虑便烟消云散 此刻只觉得无比放松 心中满是对此次 旅行机会的感恩 期望日后还能再来 不多时小笼包上桌 Ashley难言喜爱 称其为最爱之一 还提及自己四五年前 才知道小笼包 初次品尝便被其俘获 称小笼包不能立马吃太烫了 麦克则猜测姜片的用途 二人打算分别尝试 蘸料与不蘸料的吃法 紧接着红烧牛肉面登场 Ashley虽不明食材构成 却被其香气吸引 品尝后赞不绝口 对其中的芥兰 牛肉与劲道的面条的搭配 称赞有加 汤汁浓郁 配菜加入后 更觉味道平衡 与这寒冷的天气相得益彰 在准备享用小笼包时 麦克示范正确的做法 可因等待过久 小笼包失了刚出锅的热度 口感略逊一筹 二人为此略有争论 却也难掩对其美味的认可 甚至还争想起了最后一个小笼包 最终Ashley成功夺得 用餐完毕 餐厅送上了一份礼物 这意外之喜 让他们欣喜若狂 此前外出用餐 从未有过如此的待遇 打开后发现是一套餐具盒 内含叉子 勺子和筷子 对于四处旅行的他们而言 这份礼物堪称完美 阿什利看着拍摄的视频 晓着说 我们这一路的点点滴滴 都被记录下来 从刚到北京的兴奋 到每一个遇到的人和事 这就是我们爱上北京的过程 麦克回应道 是啊 虽然我们有点累了 但这座城市 还有太多的地方 等待我们去探索 我现在根本舍不得去睡觉 当他们再次走在路上 突然Ashley像发现了宝藏一般 指着路边说 看那里有只小猫 它好可爱啊 还有自己的小房子和食物站 麦克被这可爱的场景感染 直呼北京真是处处充满惊喜 他现在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了 太爱北京了 而各国网友看完评论后 也都在评论区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点赞最高的一条 来自中国网友SealTrader 他说道 我来自中国台湾省 欢迎来到我的祖国 美国网友Mingo感慨道 你们让美国人再次感到 不再那么伟大 外国网友ZLZ则评论道 这份激动是如此真实和感人 中国就像是另一个星球 享受吧 澳大利亚网友AnchorOK则分享说 作为一个去过很多国家的澳大利亚人 中国是迄今为止最好 最有趣的国家 印度网友Mr.Bank则说道 中国比印度发达 因为英国人无法征服中国 也无法在200年内掠夺和摧毁它 在此期间 印度不仅损失了3500万人和45万亿美元 还失去了我们的文化和清洁 美国网友Paya Bank则感慨道 第一次从美国来中国吗 当你第一次进入北京机场 乘坐地铁 看到地铁站 看到城市的整洁和友好的中国人 你肯定会发现 与中国相比 你实际上来自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外国网友Galers则评论道 中国与西方媒体的宣传达相径庭 我去过中国几次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 网友FN评论说 说实话 现在去世界上哪个地方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感觉 哦 就这样 啊 但是中国却很神奇 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混在一起 感觉就像另一个世界一样 韩国网友Beyong Jin则评论道 中国我去过好几次了 感觉有点像90年代的韩国 很有活力 很自由开放 各种外国文化都涌进来 给人一种大杂烩的感觉 谁能救救我呀 网友Ralf Zoom则感慨道 尽情地睁开眼睛 了解中国的真相吧 你将会体验到未来 如果美国优先考虑人民 放弃傲慢的例外主义和战争贩子主义 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美国夫妇Mac and Ashley则回复称 百分之百赞同这一观点 好了 那大家都有什么想对这对美国夫妇说的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